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就换了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先和Jason跟进一下A股方面的收市表现 看到今天A股方面做得比较差 上证指数今天上载跌了28点 收报在2130点 沪深300指数跌31点 收报2387点 深正城址跌118点 收报8351点 看到300指数跌幅是介乎1.3%至1.4% 先问你 今天A股向下跌 但跌幅不算非常大 A股方面的走势都是持续沉底为主 最近A股面对最大的隐忧 都是因为银金方面是比较紧张 还有钱都是由内地方面慢慢流走 这方面都令到内地银行同业拆息方面 都在上星期尾开始 都抽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最高的位置隔夜的银行同业拆息方面 去到接近9厘多高 虽然你说这两天是下跌一些 但其实都在大概4至5厘这个水平 都比起历史的平均值大概是2厘多的水平来说是高的 都反映如果你说面对着一个叫做测试高企的环境 那些银行要借钱出街的难度都会比较高了 还有他们的借贷意欲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说这个因素都令到大家是有些期待了 究竟中央方面会不会在短期之内有机会是降准了 受到这个消息刺激 就令到内地A股在昨天和前天都曾经是有一段反弹的 但几可惜去到昨晚来说或者去到今天 暂时都见不到真的有些实际所谓的放水行动 反而都在前日方面额外再做一些所谓发行央票的动作 所以都令到大家是有点而是失望的 所以你说A股面对着这些问题 就算你见到汇金方面之前说出手增持一些内银股 一些内险股都好 但似乎对于A股之前都不是真的那么大 所以你说除非去短期之内中央真的有销出到来 是令到银根可以是松动一点 否则的话A股我觉得势头都仍然是要继续试低位 好 说完A股之后 说说港股方面的情况 虽然来说隔晚A股方面 导致显然升了138点 但似乎未能够带动到港股来说今早的表现 加上内地市方面拖累 看到含指方面都要低开37点 现在这刻跌至280点 做20945点 跌幅是1.32% 但成交方面比较少287亿 国企指数跌在170点 做9563点 其次方面跌在271点 做20889点 低率是53点 成交量方面已经超过36000多张 问回你了 后市方面你怎样看? 恒指方面短期都是跟跌不跟性 你看到即使外围是回稳的 日股方面是有反弹的 但是因为内地A股拖累 港股方面都是要受到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所以你看到恒指在昨天前日方面 虽然是有些反弹 但整体反弹的动力都不是真的那么强 之前想着能够试一试一试一条10天线 上去21,500点这些位置才会遇到的阻力 但是现实的情况都比起想象中更加恶劣 所以你看到恒指在上去大概21,300点左右 都已经是有个相当大的阻力 今天都不能够进一步向上突破 反而你看到指数这样 这样是十天线都没碰到 就再重新跌下来 整个所谓向下沉底的格局 仍然都还在延续中 所以你说初步 如果你说内地A股都不能够及时回稳的时候 港股是有机会要再试之前的低位 大概是20,600点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势头再进一步转弱 沽压再加剧的话 这个位穿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好 麻烦Jason跟你说了A股和港股方面的情况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想半天收市和南筹股方面的表现 看到汇控最新做的是83.5毫半 跌5毫子 中移动76.5跌9毫 中银行跌5先 公司银行跌7先 至于健康方面最新做的是5.4毫 6跌幅接近2% 港交所最新是要跌过3 做122.8 中人寿18.8 跌3毫6 跌幅接近2% 有帮保险跌近1% 跌超过1% 有帮保险最新做的是32.7 腾讯控股现在做299元 跌1.6 金沙中国最新做40.1毫半 跌5毫 長江实业106.3 跌2.2 跌幅2% 新银行基地产99.4毫半 跌幅超过1% 九昌方面也要跌超过2% 最新做的是67.6 中海外20.4毫半 跌3毫半 外允置地跌超过3% 现在做的是20.7 游股方面走势 也是要下跌 中海由跌4先 中石由跌2毫半 而中石化跌3毫半 看到昆仁能源 跌超过1% 做13.7 中日神华23.1 跌幅接近50% 跟进完蓝手指 跟你跟进下个别消息股份 不少篇幅都说到 就是萌牛收购是雅士尼的消息 昨天来说终于落实了 可以说一如市场到预期 两间公司因为收购的消息 都停牌接近一个星期 副牌回来 两只股份都有得升 好似是萌牛方面 2319 现在做的是28.25 升幅来说 超过5% 也见过高位是29.2 至于亚士尼 1230这只股份 现在做3.43 升幅是300% 也见过高位是破了顶 3.46 怎么看这两只股份 今次收购来说 绝对一个正面的消息 大带动的受惠性有多高 你见到今天 萌牛方面的升幅 就比起亚士尼为高 反映上市场上 对于今次的收购 特别在作价方面 似乎是偏向有利萌牛 因为今次萌牛 用的代价方面 都只是比起 亚士尼停牌之前的收市价 是日价9.4% 如果你说之前市场 都预期是会收购 但是觉得萌牛 都需要用一个比较贵的价钱 才能够买到的时候 今次你见到 Premium只是9%左右 其实就叫做低市场预期 所以你见到今天 雅士尼方面的升势 又不是说特别之厉害 反而萌牛方面 就是越升越有 这方面都反映 萌牛作为一个 叫做这么大型 一个这么强品牌的 乳品公司 在收购的时候 都能够以一个 可以较为优惠的价来做到 除了你说今次雅士尼之外 之前说的是 收购现代木业的时候 它用的作价 都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反映它就能够以一个 比较便宜的价钱 来买到一些好东西 如果你说说今次雅士尼 去到 买些股份给萌牛 其实萌牛也都能够可以 尽身成为 来着内地的一个 所谓奶粉的生产商 说现在内地 即婴儿那些配方奶粉的 需求都是相当之大 特别就是对于一些 本身由外国进口的品牌来说 就更加是有一个优势 本身雅士尼 你见到在去年来说 本身在奶粉的销售 整体的业绩方面 都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如果你说萌牛 收购了之后 能够可以跟它本身一些业务 做一个所谓协同效应 再加强奶粉方面的宣传等等 我相信这一个新业务 对于萌牛来说 都会有一个相当之好的 一个长远价值在 所以你说今次的收购 一来作价不是贵 二来本身这个业务 是真是有利它的前景 所以你说萌牛的股价升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所以你说 如果你说本身 那个股价有机会 落到28元左右 都是一个叫做 挺好的吸纳量机 好 跟着这个事件之后 和大家跟进下 另一只个别股份 说一下周大福 一九二九 现在的今天来说 卖有一个跨,升超��三百percent 现在来说卖有8.9 hect mich大的 昨日来说 收市以后公布 折至今年三月底的全年业务 我看到去年度来说 是少赚13% 来到大约55亿元 我看到hoe箱销售 反而让大约大 considered 总的钢店销售 为何今日的价neten成效会提升 如果你说单发大数 或者是业务方面的处算 其实就价格不介意 就是提高�好 其实就不会理想 你看到同店销售都要跌这么多 都叫做是差过市场预期 但是为什么你说股价都能够可以不用跌 甚至乎在早段都升到成接近4%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在业绩发布会上面 管理层都出来说一些言论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他们都说预期就说今年整体的业绩 就能够可以是叫做扭转回之前的跌势 所以同店销售方面也都是有机会 在今年的下半年就回复一个声势 所以你说这些言论就反映他们集团 都对于整体那个市道方面就看得是比较乐观一点 但是你说是不是单凭他们这一番的言论 就能够可以改变到整个那个跌势 我觉得暂时来说都不能够太乐观 始终我自己对于本地那个黄金市场 又或者是一些所谓高档奢施品的市场 都仍然不是说真的看得太乐观 所以你说今次这个股价借过所谓的消息反弹 我相信那个幅度都不会说太大 你见到今早股价弹到上去接近9.3左右 去到20天线这些位置都是有阻力 所以你说未来究竟这个股价能够那么容易摆脱之前这一段的跌势 我相信机会都不是说真的那么高 好的 接着和你跟进一下今天来说一些消息的股份 看到今天来说那个煤炭股 整个板块来说都有的下跌 展开话题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煤炭股方面就是中国神华 这刻都要跌超过2% 现价做$23.05 现价煤方面 看到就是要跌接近2% 最新做6.46 中煤能源4.54 跌接近30% 行电方面都要跌超过1% 最新报1.66 首钢资源跌接近2% 现价做2.67 先和你跟进一下 大家看到整个板块都跌了 我讲的是煤炭的一些负存 数字来说 资料比较多些上升了 先问一下 其实怎么看这个板块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直都存在 其实有没有严重到呢 都是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局面 你说存货方面 就不是这么容易在短期之内消化的 特别你看到两个星期之前 内地公布的社会发电量方面 增长都是差过市场预期 再加上去到第二季 看到内地很多工厂在摘单方面的情况 都不是这么理想 反映如果当一些重工业方面 开工量都是要减慢的时候 对于整个发电 或者用电煤的需求来说 都会有个挺大的打击 所以当煤矿的生产 供应又不断继续增长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需求又跟不上的时候 只会令到煤炭的存货 就会越积越多 到最后换来的结果 就只能够透过减价来到销售 所以变相对于煤矿的供应商来说 都仍是会有个减价的压力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板块暂时来说 都仍然是不应该捞底住的 好 谢谢Jason 再和你跟随同 另外一个板块 说一下太阳能灌的板块 我看到昨天来说 全线都有个回吐的情况 之前炒得多 加上保理协议方面 做到中台方面有减持的消息影响 看到我跌势 但今天来说依然都要跌 好像是30000 这一刻都要跌至5% 怎样看这个股份或者整个板块的走势 这个板块都要两极看 看上游 特别保理协议这一只 本身都叫做高负债的股份 情况就真的比较危险 又或者风险都相对比较高 特别你看到 中头趁股价之前 弹到近期高位之后 大手去减持 还有截让幅度都有十几个百分之后 我觉得股价来说 一定是有压力在 所以你说对于一些上游 做多征硅 硅片的股份 暂时都要小心一点 反而你说做下游 那类的股份 例如轻业太阳能750来计 它就没什么受到消息影响 昨天和今日的股价 都能够靠找得到 在百元楼上都叫做企稳住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买 我都建议是选择这一类 从事下游项目为主的公司 是的 在企业太阳能方面 稍为有个升势 升一五先 还有百元零五先 好 这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Jason 和你做个申报 提及个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的? 没持有的 和大家跟进多次行指方面的表现 我见到行指已经停定 今天半天跌258点 收报在20966点 跌幅1.22% 大致成交方面297亿 国企指数跌170点 收报在9563点 期指跌246点 2914点 五带数是53点 成交量方面还未超过4万张 我们1点钟 继续有越来越长径台的直播时间